11号上午,河南许昌的一名无证女司机在倒车时,错把油门当成了刹车,致使轿车事故撞向人群。事故导致一名7岁儿童死亡,11人受伤。我们来看一下停车场摄像头记录下的情况。 事故发生在一家商场门前。监控显示,11号上午9点10分左右,一辆白色的轿车缓缓进入了商场门前的停车场,在工作人员的指挥下开始倒车。 轿车到了两次,都没有倒进车位。两分多钟后,一名女子从车上下来,换下了之前的男司机。随后,让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,轿车竟然加速撞向了商场门前的人群。 由于当时商场还没有开门,不少人都坐在商场门口的台阶上等候。轿车冲过人群,直接冲上了商场的台阶。 现场共有12人被撞伤,其中一名7岁男孩经抢救无效死亡,其余的11人被送到附近的医院救治。 我在那个就是胖洞来北门的那个大屏幕下边就是,就是刚把手机掏出来正中一玩,然后那个忽然听见那个惊叫的声音,然后是扭头一看,然后正好汽车都冲过来了。 然后就是当时就是反应反应的时间很短,也没反应过来,然后车都直接撞上来。 随后,警方将肇事者计谋控制。 据计谋交代,当时他和丈夫一起驾驶新买的轿车去商场购物。 停车时,计谋嫌丈夫的倒车技术不好,就主动要求自己倒车。 为了嫌倒好,他嫌往前开,然后把车绿制,然后载倒,就在个,就在往前踢这个过程中,很短时间内,他应该是把那个优门打沙尺了,然后冲到那个时代光汤的菜节上,导致这个事故。 据了解,肇事者纪某仅通过了机动车驾驶员考试中的倒车考试,还没有取得驾驶执照。 目前,纪某已经被许昌警方刑拘,纪某的丈夫因为将轿车交给无证人员驾驶,面临着吊销驾照,罚款2000元的处罚。 事故中的11名伤员病情稳定,没有生命危险。